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罗 现在白杨果就有一部分成熟了 你看这些小是小 但是它已经长不大了 都熟了 所以我们好久没有来摘了 对啊 掉地下了 成熟就掉地下了 你看 这个 已经黄黄的熟了 都熟透了 要赶紧摘了 我们得有很长时间没来摘了 现在的个头没有以前的 刚开始第一批大 对啊 这段时间天气变了 没有个头那么大 甜度呢 甜度也好像没有以前那种 很甜那种感 现在个个子小一点了 看现在这一批很多很多都成熟了 这种 摘了摘果了 朋友们 有喜欢吃百香果的 赶紧来我们家吃 大大小小熟的都摘了 好的 全熟的都摘了 不摘的话它也会掉了 对啊 一排排的捡过去 免得拉下哪一个 小了 小了可能只有60以上 那种特大果大果都没有了 只剩下这些 只剩下这些 摘一下就摘到中国 赶紧摘了 好的 这一排船都熟了 这一排船都熟了 好解药哦 拿不下了 下面有框框没有 有 我去拿 等一下拿到框框去 好的 又得一桶了 小真 怎么不摘了 摘得我眼花缭乱 那么多果 哈哈哈哈 尝一下果先 感觉现在的百香果 没有以前地坯那种 纯甜纯甜的 稍微有一点点 带有一点点果酸 但是也很好吃 你这也给吃几个 我这里吃了三个 就吃了三个 它这个肉还是很好的 可能是下雨太多了 天气冷了变了 就是不一样的 口感 水分也很足 你看今天一年好多水分 好继续剪 让你多吃几个先 好继续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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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又满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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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桶太满了 我也提不上来 我要拿去倒 好的 好的 得了一个楼框满满咯 要拿过去先 好的 我们两个一起抬 这个有几十斤咯 我也拿 肯定要抬 来来来来 好了好了 拉不回去那么多 先把这个拉回去 然后再把 这里面还有两百万件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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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可能 可能还会有几框框 走吧 拉回家 你扛这个我扛这个 两个抬下去 哪里扛得了 那么重 这个框框只有50斤 有哦 很重的 水分还是很足的 哎呦嘿 排排排 真的要排 你不是说你提得动吗 还有很多很多 还没摘啊 还有很多很多